施口成方形 上下俄均能活动的客家师 有别于闽南师的艳丽色彩及华丽装饰 展现不知气息 早年客庄过年都有武师祈福消灾习俗 现在虽然少见 但近年在平农县政府的推广下 客家师已进化成运动竞技 为了付证客家师文化 客家事务处更推动富反客家师计划 将透过制作 培训及展演 呈现客家师的技艺与精神 其实客家师这次算我们的传统艺术 也是一个武德 它找回的是精神 还有它我们的功力 那分成这两个区块 我们希望说在生活美学上 还有我们的整个客家传统艺术 跟我们未来在六对三百年 这整个团队的精神 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发挥 关鸾五沟村制作客家师的师傅刘文雄 是国中老师退休 他说现今过年没有武师 但是乐队感受不到过年气氛 有一年他结合国小国中学生 从现早年客家武师队 到村庄拜年的热闹景象 让他很感动 他们一般我感觉到他们 除了在那边练习武师以外 他们还会感觉到说 当他们往外面走出去的时候 会受到我们很多乡亲的肯定 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 客户处表示 在复返的过程 需透过其劳访谈与实作示范客家师头制作 并将客家师制作系统化 运用艺术展演 专业研发创新表演形式 演绎客家师之精髓 县府也以复返三百头客家师为目标 办理社区及学校工作方 除了纪念六堆三百年 也与六堆之低致运作 每堆设六旗 每旗五十名壮丁相呼应 由一头老狮子找回三百头小狮子 寻回客家师的原味与艺术 在他的系统已经出来之后 我们开始做工作方 那每个社区所排出 就是出来一起参与工作方的伙伴们 一定会我们期盼 一定会有像刘老师这样子 有着记忆 可是他似乎认为自己已经不见了 可是他一定会把他找回来 那每个人做的狮子形态都不一样 客家师完整的表演包含零狮 大面财神及小面猴子 大小面斗志是表演中最有趣的地方 此外每当客家师演出时 总会看见草席 草席含有两种意义 一是占有一席之地 二则是早期师团出远门 都会带着草席 以便休息并逐进演变为将草席加入演出的内容 精彩的客家师记忆与精神 将于明年六堆三百年庆典活动中呈现 实现文化传承与族群共融 评论新闻张荣一刘建荣采访报导 理论新闻传承与先生 本日文化传承与党 本日文化传承与优典活动中呃